这款豆浆鸡有两种型号 K1是棕色 K61是白色 我的这款是棕色 但我觉得它更像是香槟色 是不是颜值很高啊 这是一款自动清洗的机型 清洗后它的沸水流入到这个雨水河里 它有一千毫升容量的水箱 但是只可以加凉的纯净水哦 这个水箱装卸很方便 这是研磨腔 这款机子应该是颜值控的首选 类似像我这样的人 我们做个杂粮浆来试一下 300毫升的浆液需要五分之二杯的干豆 清洗一下豆豆 我今天用了一些黑豆 赤小豆和玉米 来做这个黑豆浆 再次提醒哦 只能用凉的纯净水 现在加够我们需要的水量 然后打开机盖 倒进去豆豆 我们现在选择容量 选择300毫升 然后呢按经典菜单来选择豆子的状态 我们选择干豆 再按熟料清氧 选择你想喝的饮品 我们选择五谷浆 然后点启动 这个需要13分钟 好了 剩下的我们就开始慢慢等吧 这就是制作室 把他的声音 已经制作6分钟了 我觉得他制作室的声音一般 不像是很大 因为他的声音不是持续性 间接的 所以应该都可以接受的 制作好了 已经出江了 出江完成后 这个饮品出水口 自动转到雨水河那边 此时发出嘀嘀的声 报告制作完毕 随后开始自动清洗 清洗时间是8分钟 香气扑鼻 热气疼疼 流口水里有母乳 清洗完毕 雨水河已经满了 再次听到滴滴声 我们可以请到雨水河了 把废水倒掉 那我们检查一下 看他清洗得干净吗 看得不错 很干净 不过要小心 这还是有点烫 不过要小心 不过要小心 不过要小心